大家好 我是护盖范子 我又来了 我们继续叹瞎这个甜蜜 看看有些傻 哎呀 还得放到0.5倍 本来都不好看 因为回来什么东西呢 看一下吧 这几天 设计哪个卖化的 回来两个小玩意 回来三个小玩意 来看看 回来三个小玩意 一个是大关 现在收费好贵啊 把一个盒子收100块钱的 这个其实很漂亮啊 就是 我觉得这样给大家看就很漂亮 这是一个大字板和一个大关 其实挺漂亮的 给大家看一下啊 之前也很漂亮 这就是喊丹坑的啊 喊丹坑就是这种红斑绿秀 非常典型的一个坑口 这个客栋是17.2克的 重量也很不错 声音什么都是刚刚 滑下的开放盒还是比较稳的啊 没有任何备注啊 这个 这个 这是大关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看到这个大关的字口 文字状态都很好的 就这里稍微有点糊 其实可以就是 就手摸一段时间 它会慢慢的会出来的 因为它这个就是文字的底子什么还是在里面的啊 就是这就是典型的红斑蓝袖 大字板啊 状态还不错 然后买了一个颠板的嘉庆 嘉靖啊 嘉靖嘉靖是颠板的啊 这个很少 就是叫嘉靖颠板嘉靖 这是广西那边出的一个颠板的嘉靖 啊 华夏给了个82 其实82就已经算分数比较好了 尺寸也比较大 是26以上的啊 嘉靖 我上次一个华夏82的嘉靖 后来去打盒子给了个母啊 给了个母胚 也是颠板的 27的26.7吧 这是两个 还有一个小花钱 这花钱 我本来觉得有85的希望呢 最后就是还是就给了一个 就是82啊 因为它这个糖渍有一点点破坏了 这种感觉 比较地方的话还是蛮不错的 但是我感觉是个板膜伤啊 不是那个就是故意的手伤 是一个板膜伤 可能那地方缺了点铜水啊 首先还是换成这一面吧 这一面还看得舒服一点 可以看到啊 这个小鹿的状态是真的很不错的 一个小鹿池桃的状态 这是一个金鱼漫塘小鹿池桃 还有就是把一个美秀的 就海南坑的大观大柱 然后配一个这个就是金鱼漫塘啊 都是82盒 三个82盒 其实这个金鱼漫塘热路都蛮不错的 这个地方其实也是应该是一个板膜的问题 它板膜就是这个样子的 对金鱼漫塘热路都蛮不错的 金鱼漫塘热路都蛮不错的 非常的就是说nice 有钱笔啊 声音也很有 这个东西蛮好的 这是一个蛮好的链笔 风也很大啊 拿在手里也很爽 最近还是挺喜欢买点花钱 买点大观的 现在大观的价格跌了 让我抓到机会就买一点这种红斑绿秀的 天蓝的那种大观 不是美秀做的 这是天蓝的 海南坑 就是典型的海南坑 大字板也相对比较稀少一点 很漂亮 你看到这种漂亮的感觉 真的很舒服 很漂亮的 很斑绿秀 真的很漂亮 还是可以的 确实真的蛮不错的 家境也很漂亮 这几枚钱整体都还是挺满意的 这枚家境也挺漂亮的 是一个很规整的屁股 非常漂亮 加进 边板的加进 到这个屁股其实已经不是很常见了 这个就是有关系的话 公伯打个88的很随意的 像这种的 现在再公伯打个85的非常简单 全身没有什么就是说夹刀精力 就这里有一点板膜相对弱一点 整体的状态 什么都挺好的 小鹿吃烤 小鹿吃烤 我大概小鹿吃烤 手里有四个还是五个了吧 反正这个题材 我觉得也是一个喜闻的 这个题材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东西还是不错 这个小鹿吃烤 挺好啊 三个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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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挺好的 拜拜 拜拜